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次的早安英文,我是Neil 我是卡拉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哎,卡拉,你觉不觉得这个 我们国人说英文和外国人说英文 总有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 嗯,这个味道是吧 有点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小家皮的英语啊 一听就是中国湖南长沙人的英语 是的,家皮经常说 Oh my gosh What's wrong with you ló What's the trouble with you 对,类似是这样 大概就是说可能外国人说英语啊 他会更活一些 就是我们追求那种地道随意的感觉 没错,就是那种casual的感觉 是的,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让你的这个英文活起来 如何casual起来 先给大家举个最简单最典型的例子啊 问一下你吧,Niuo老师 如果你要用英文说我也是 你会怎么说呢? 我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应该会是 Me too 或者 So do I 没错 99%的人都会这么说 Niuo,你这是一个普通人 谢谢你 我就知道 哎呀,这个坑埋得真好 好的 但是,哎,有什么更高级的想法吗? 是的,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加酷炫 欢迎卡拉老师跟我们讲一下高级casual的讲法 没错,更加酷炫一点的说法 这个呢,叫做same here 啊,听起来 哎,真就是厉害一点呀 比如说 晚上啊,大家在这个vechat 微信上面和别人聊天 时间已经晚了 人家跟你说 All right, I have to go to bed right now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嗯,被男神去洗澡去睡觉了 好了,这样被结束对吧 还是蛮尴尬的啊 那我就会说same here 我也是 对,强行要打一个same here 扳回一点面子 嗯,晚回一层 哎,说一下这个晚上 通常就是这个矛盾的爆发的高峰期 比如说 昨天晚上 我跟我的爱妻 就闹了一点 那个不太愉快 嗯,我觉得Niuo老师该打 为什么就要打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因为吃了Niuo老师的老婆 的爱妻 做了各种布丁和月饼之后啊 我不管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 因为你的老婆就是仙女 是的,可上九天揽月 好吧,所以是什么事情呢 大概就是就回去的时候呢 就有点累啊 然后那个吴艾伦 就想我在那个手机上面 想跟我打一把游戏 然后呢,我就想玩 但是我太太一直会吹我洗澡 你知道就可以跟小朋友多玩一些嘛 嗯,各位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波非常有心悸的秀恩爱 也没有了 其实都 她刚到家 她就会问我说 Do you need to heat shower first? 哎,嫂子英文也是不错的 我翻译过来了嘛 就大概就是说 哎,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 哎,好了好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hit 它是美国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啊 在口语当中 就是说开始去做某件事情的意思 是的 然后你这个take a shower 也可以说成叫heat a shower H-I-T heat就是打 还有hit the road 出发动身上路 还有这个hit the gym 去做健身 还有这个hit the hay 去睡觉 还有这个hit the bar 去酒吧喝几杯 是怎么呢 这个胜负欲就有这么旺盛吗 是的 我的篮球教练告诉我 永远不能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 好吧 那就到这里吧 所以说你一定没有乖快立刻去洗澡 对不对 呃 我当时说的是 that's ok 你有老师就是会耍小聪明 中年人的智慧 有时候稍微高一点点 大家不要误会啊 因为这个that's ok和ok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意思 是的 你在答这个ok 就是可以啊 好啊 但是呢 that's ok 有不要 现在不需要的这个意思 外部的仙女要生气 是我我也生气 不洗澡就算了 还要拿英语来耍宝 嗯 so honey if you listen this program i just let you know i love you so so much 那个老板 我想换搭搭 受不了 真爱 这是真爱 好啦 这个是真的 下次大家就不要误会这句话的意思啦 这个that's ok 它有不要不用了的意思 是的 比如说下次啊 你问人家 do you need help 人家说 that's ok 就是它是在礼貌的回绝你 或者是说 你要问人家 哎 你要不要来喝杯茶呀 人家说 that's ok 就说哎 不需要了 是的 谢谢 不用了 给你发了一张好人卡 其实就是 突然感觉今天卡拉老师 处处给我设圈套 防不胜风 感觉你有老师正走在 被卡拉带偏的路上 嗯 也挺好的 活跃一下我们这个中年人的智商 好啦 那今天呢 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却会让你的英文 听起来更加地道 更加casual的表达 是的 就是相当于 me too so do I 我也一样 number two 这个number two有点多啊 就是关于这个动词hit 它本身的意思呢是 开始做某件事情 比如说 hit the shower 洗澡 hit the road 出发上路 hit the gym gym 健身 去健身 hit the hay h a y 去睡觉 hit the bar 就是去酒吧 喝几杯 number three that's okay 不用了 哎呦 我现在还不错 不用了 谢谢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好开心 节目又到这里结束了 是有多开心 哎呦啦 还是会想你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Neal 我是卡拉 拜拜 Let's hit the bar by bwd6 好